那隻安全帽的外送員 穿著雨衣 左腳打著石膏 雙手撐著助行器 接拿餐點從門口 一搏一搏的往前走 覺得就是 如果包成這樣子 真的就可以在家修 外送員五隻腳送餐的畫面 讓員寶表示 昨天一陣陣大雨還跑外送 覺得很猛 你怎麼知道他在太平 我有遇過 也是外送中遇到的 我很佩服他 可能他需要賺錢 他就 也是這樣很努力的出來跑外送 其他外送員也直呼佩服 還有人實際遇過他 網友也回應曾經跟他聊過 好像是從樓上摔下來 傷到禁骨 實在是太拚 你會不會給他消費 是怎樣給的吧 一定要給 五腳外送很辛苦 碰上颱風下雨更慘 連一般的外送員 也很勉強冒雨刮風 涉水前夕 在這個不景氣的大環境 再怎樣還是要拚一下 如果真的是這樣 博腳勉強外送 還有爸爸背著嬰兒 媽媽帶著小朋友 到處送餐 讓人看了 相當心酸 只能感嘆 生活真的不易 家見溫中山景城台中採訪報導